温战兵率汕头市访问团赴香港澳门开展交流访问活动 团结广大潮汕相亲共享新机遇共谋新发展共创新未来 今年1至4月汕头经济运行延续恢复向好态势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增6.4% 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 我是启动首届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主题宣传活动 倡导绿色生活方式践行低碳生活新时尚 我是将有4.7万人参加今年全国普通高考 市教育部门和各高中学校做好备考工作 确保考生安全考试平稳考风清正 各位观众晚上好 今天是2023年5月27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九 欢迎收看汕头新闻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5月23号至26号 市委书记温战斌率汕头市访问团赴香港澳门 拜访有关政府机构 港澳潮级社团和工商业团体 拜会港澳潮级代表人士 就深入贯之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 视察汕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携手做好新时代乔的文章 深化善港善澳经贸文化合作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汕头实践等进行交流 团结广大乡亲 共享新机遇 共谋新发展 共创新未来 门战斌一行 拜访了香港中联办 澳门中联办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 及香港广东社团总会 香港潮署社团总会 香港潮州商会 国际潮团总会 香港汕头社团总会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 澳门潮署社团总会 澳门潮州同乡会 澳门潮汕总商会 拜会了陈茂波 龚俊龙 罗康瑞 陈振斌 高佩玄 马介钦 马鸿鸣 许学之 黄淑瑞 许世元 唐志坚 刘毅良等 潮级知名人士 通报汕头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听取推动汕头 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建议 诚治邀请广大乡亲 常回家走走看看 更好发挥投资新业 双向开放的重要作用 助力汕头经济特区办得更好 办得水平更高 温战斌指出 汕头经济特区建立以来 广大驴港驴澳乡亲 秉承 立己达人 富儿思源 繁补桑子的大爱情怀 积极投资家乡 建设家乡 回馈家乡 是汕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建政者 参与者 推动者 汕头发展 所取得的每一点成就 城乡面貌 所发生的每一点变化 都离不开广大 港澳朝级乡亲的鼎立支持 和无私奉献 这一份血浓于水的深情大爱 家乡人民铭记在心 温战斌表示 当前汕头天时地利人和兼备 迎来了难得的战略机遇期 2020年10月13号 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汕头视察 要求汕头充分利用建设越港澳大班区 共建一带一路等重大机遇 在新时代经济特区建设中迎头赶上 广东省委省政府 对汕头高看一眼 厚爱三分 定位汕头为省域副中心城市 大力支持汕头建设 现代化活力经济特区 汕头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 坚定不移走工业力士产业强势之路 加快打造三新两特一大产业集群 着力建设国际风电创新港 和数字经济特区 积极争取国家支持汕头经济特区发展一揽子政策 精心实施小公园开布区 张林骨港保育活化 扎实做好桥皮的收集保护研究开发和利用工作 高水平筹办 2024年第22届国际朝团联谊年会和第10届国际朝商大会 更好的宁侨新聚侨利惠侨制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汕头实践 迈出坚实步伐 今天的汕头正通人和动力澎湃魅力无限前景可期 希望乡亲们一如既往的关心家乡 推介家乡建设家乡 汕头将竭尽全力创造最佳条件 提供最优服务 营造最好环境 为广大乡亲再善创新创业 提供更广阔舞台和更多新机遇 乡亲们纷纷表示 此次汕头市访问团带来了相音相情 让广大在外乡亲感受到浓浓的家乡情意 也看到汕头发展的新契机 新气象 新面貌 对汕头走好走时工业历史产业强势之路充满信心 未来将发挥好港澳潮级社团的独特优势 团结凝聚更多乡亲和各界力量 进一步整合资源 畅通渠道 主动讲好汕头故事 大力弘扬朝善文化 当好上港上澳深度合作的践行者和主力军 为汕头高质量发展开创新局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访问期间 温战斌还出席香港汕头社团总会 首届会董会就职典礼 乔批直短家国情长 汕头乔批文化艺术展揭幕仪式等活动 市政协主席邱一辉 国际朝团总会主席谢泽生 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蔡永明 参加活动 昨天 市统计局发布一到四月 汕头经济运行前况 数据显示 今年一到四月 全市主要经济指标延续恢复态势 一到四月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比增6.4%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 一至四月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53.71亿元 同比增长6.4%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 分门类看 制造业增加值增长6.8% 采矿业增长9.6% 分行业看 行业增长面近7成 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食品制造业 纺织业 医药制造业 增加值分别增长31.0% 28.1% 14.3% 和13.1% 四月份 宏观正式靠前协同发力 我是经济运行 延续恢复向好态势 工业力士产业强势更加坚实 我是一到四月份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 其中三星两特一大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5% 高技术制造业 新进制造业持续保持较快增长 发展质量进一步提升 一至四月 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8.3% 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44.4% 三星两特一大产业投资增长9.9% 新能源产业 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 大健康产业投资 分别增长114.2% 37.9%和41.8% 高技术制造业 先进制造业投资 分别增长36.8% 46.0% 去年以来 我是谋划的项目逐步转化为食物量和工程量 前四个月 全市固定资产投资额同比增长8.3% 新入库项目数和投资规模同比稳步提升 发展后进不断憨实 一至四月 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45.12亿元 同比增长3.8% 升级类消费增长较快 线上经济快速增长 全市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 通过互联网实现商品零售额增长53.1% 一至四月 全市客运量同比增长40.8% 接待过夜游客人数增长48.2% 带动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营业额增长28.7% 四月末 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5237.47亿元 增长10.2% 贷款余额2888.01亿元增长5.4% 一至四月 全市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1.8% 涨幅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 财政重点保障民生领域支出 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80.8% 同比提升3.0个百分点 市场主体稳中向好 一到四月份全市新登记各类市场主体同比增长3.9% 其中企业同比增长11.2% 用电需求稳步增长 一到四月份全市会用电量和工业用电量增速均比一季度加快 服务需求稳步扩大 货运量增速比一季度提升1个百分点 客运量增速比一季度提升15.2个百分点 市场活力进一步增强 今年5月21号 习近平总书记给上海市鸿口区嘉兴路 接到垃圾分类志愿者回信 对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提出殷切期望 激励各地区各部门持续做好垃圾分类工作 5月22号到28号是首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 今天上午 汕头市首届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主题宣传活动 在小公园历史文化街区启动 进一步加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宣传 动员社会积极参与倡导绿色生活方式 践行低碳生活新时尚 活动以寻宝小公园践行新时尚为主题 志愿者和市民代表宣读垃圾分类倡议书 并开展垃圾分类我先行签名承诺 倡导积极践行绿色生活方式 主办方还对我是2022年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先进区街道和51家满足示范要求的产生员单位代表 进行颁奖 目前已经通过审出电厅分类考核评估 达到了释放创建选评 我们街道是全覆盖建成了249处垃圾分类投放设施 接下来我们街道将从巩固体身上下功夫 动员更多的群众加入到我们垃圾分类的队伍 持续养成垃圾分类投放的良好习惯 现场还开展定向徒步活动 数百名市民从小公园中山纪念亭起步 打卡中央红色交通线就职汕头站 镇邦美食街 汕头邮政总局大楼 老妈公戏台等点位 各打卡点设置相应主题 普及生活垃圾分类常识 引导市民自觉成为生活垃圾分类的参与者 践行者 推动者 除以垃圾还有可回收垃圾要区分开来 然后就是垃圾不要乱丢 就丢进垃圾桶里面 垃圾分类 举手之劳 循环利用 便被围保 爱护房镜啊 从我做起 我们在网上买了一个垃圾剪垃圾的 然后在边走边剪垃圾 垃圾分类是非常正确的 这主要是照顾我们子孙后代 对我们以后的地球的环境 也是一种善举 我们作为市民是义不容辞的 实行垃圾分类 关系人民群众的生活环境 以及资源的节约使用 是社会文明水平的一个重要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给上海市洪口区 嘉兴路街道垃圾分类志愿者回信 极大的鼓舞了我市的基层工作人员 和广大垃圾分类志愿者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回信 对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提出了殷切期望 也让我们备受鼓舞 下来我们将继续发挥志愿者 在垃圾分类工作中的独特作用 通过用心用情做好宣传引导工作 使垃圾分类真正成为每个市民的好习惯 推动垃圾分类成为第一趟生活新时尚 近年来 我是高度重视垃圾分类工作 六个建城区 37个街道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分类 目前全市已建成四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每天总处理能力8125吨 提前实现全焚烧零填埋目标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100% 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80%以上 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四个系统工程 需要各方的协同发力精准施斥 持之以恒久久为功 市值有关部门又旅行管行业 就管垃圾分类的职职 各区各阶段又进一步落实主体责任 组织和发动广大市民朋友 积极参与 自决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拟致多方力量 推动我市垃圾分类工作 再上新台阶 2023年全国普通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 记者从市教育局了解到 今年我是参加高考人数为4.7万人 于去年基本持平 全市将设立考点41个 考场1848个 目前教育部门和各高中学校 全力以赴做好备考工作 确保考生安全 考试平稳 考风清正 昨天记者在市东夏中学看到 高三学子正进行答卷测试 大家精神饱满 状态从容 教室门口各类鼓舞人心的横幅标语 展现学子们必胜的信念 我觉得准备的挺充分的 我的目标就是考上自己理想院校 我只要进到最大的努力 我就不会辜负我这段时间的努力 高考冲刺阶段 学校与家长合作 了解学生需求 调解学生情绪 并利用班会课 通过组织学生与未来的自己对话 室外团体运动 唱出自己的心声等活动 让学生舒缓压力 在学校开了校级的高考想说爱你不容易 这样的对话型主题心理班会课 邀请了专家 上都是未成年人心理培训基地的专家 为学生来开展一个考前心理调试赋能的 团体心理辅导课 让学生能够充分的示范自己的压力 市教育局提醒广大考生 科学安排冲刺阶段的学习生活 科学饮食 重视流行疾病防控 同时提前备齐考试物品 高考期间 严禁携带与考试无关物品进场 自觉遵守考试纪律 今年为了彻底杜绝考生 携带手机和电子 作弊器材等违禁物品 进入考点的封闭期和考场 我们按照上级的要求 为我们的所有考点配备了智能安检门 建议大家 不用携带书包、手机和电子产品到考点 如果有携带的话 应该在封闭区外 揪给我们的带队老师 或者存放到我们考点的物品 存放出以便快速地通过安检门 智能安检门的安检 5月26号汕头警备区在市国防教育训练保障基地 举行市直属民兵分队集合点验活动 数百名民兵整齐列队 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接受点验 汕头警备区司令员乔志强大校出席活动并讲话 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中拉开序幕 大会宣布是民兵应急营干部骨干任职命令 宣布出入队人员名单并组织点名 通报表彰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 民兵应急营全体民兵庄严宣誓 表示坚决服从党的领导 随时响应国家号令 随后先入队民兵代表做发言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警备区的坚强领导下 汕头民兵建设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 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 针对重要特殊战略地位 注重发挥潜力优势 坚持党管武装聚焦备战体系建设军民融合 边时建墙任务民兵分队 突出参战援战任务行动训练 民兵工作整体水平稳步提升 汕头市烹饪协会昨天成立 这是粤菜师傅工程实施背景下 汕头潮菜界携手向高质量行业发展迈进的具体举措 汕头是中国潮菜之乡 拥有丰富的烹饪文化和历史 近年来 我是以深入实施粤菜师傅工程为引领 不断整合潮汕菜产业资源 推动潮汕菜做强做优做特 以潮汕菜小切口带动民生大发展 汕头是潮菜的大本营 如何传承研究 发展潮菜传统烹饪技艺 挖掘潮菜文化底应 是上头潮汕菜喷饭行业 共同的责任 成立上头喷饭协会 有利益吸纳 培养潮菜喷饭技艺人才 花扬潮菜喷饭技艺 整合潮菜行业的资源 既推进潮菜的产业发展几措 也是打赏潮菜美食之都的品牌 提升文化影响力的助力 协会成立仪式后 举行主题为 新时期餐饮如何增长的沙龙分享会 国际潮学研究会 学术委员会主任林伦伦 潮菜大师钟成全 以及汕头荣媒集团 董事长陈一群等专家学者 分别就潮菜传承发展 潮菜预制菜食品安全 潮菜餐饮品牌运营等 进行交流探讨 潮菜一直来都是在不断的求变 不断的在创新 特别是总书记提到 潮州菜在国际上是中华最好的料理的时候 更大的鼓舞了很多厨师 他们也是在努力的做 农家书屋是打通群众文化服务 最后一公里的阵地 近日市委宣传部是文明办 在城海区上华镇下溪东村举办全民阅读系列活动之 书香润香村阅读促振兴 农家书屋读书分享会 活动中下溪东村阅读推广人 分享阅读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等书籍的个人感悟 带领农民与留守儿童品味阅读乐趣 农民与青少年以组合诵读的方式 诵读红色经典片段 返乡大学生分享个人故事传播青春正能量 新华书店还通过流动图书车送去一批党史类书籍 经典红色书籍儿童读物 近年来 我是依托各区县文明实践中心 镇街文明实践所 社区乡村文明实践站 以及文明实践拓展阵地 开展全民阅读 阅读分享交流等系列活动 更好的发挥农家书屋的作用 提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功能 5月26日 金平区委宣传部区文明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举办榜样力量德要金平道德模范故事会 即中国好人陈振勇捐赠活动 邀请中国好人陈振勇 全国文明家庭获得者陈硬芳 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曾雄 以及各级道德模范身边好人 新时代好少年和市民代表参加 2020年陈振勇在金平区捐资200万元 设立愈好人杨新峰项目资助金 本次活动中陈振勇又捐出100万元 愈好人杨新峰项目资助金 活动现场大家一起观看榜样微光点亮金平 金平区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宣传片 四位好人模范接受访谈 让在场观众近距离感受榜样的力量 今天第八届月东放射学学术会议在我市召开 国内外多位专家学者聚焦专业前沿技术 开展学术交流及授课 汕头放射医疗的历史从1918年 月东地区购入第一台S光机开始 在一代代汕头放射学人努力下 在学术建设、学科管理、科学研究 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市医学会放射专委会将进一步加强 医学影像质量控制与规范 推动医工及产学研用深化交叉融合 医学影像及人工智能创新发展 专家里面有几位是我们这个潮业智库的专家 那我们下来也进一步的拓展我们这个潮业智库 还有扩充更多的专家 来助力汕头建设医疗高地 还有医院的高质量发展 今天的汕头新闻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看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您可以关注汕头新闻公众号视频号 各位观众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